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呢 在人在座 天在看 是的 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 神已经只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往往呢 都忽略了 都没去注意到 而他指示我们的就是 要我们有好怜悯 存着谦卑的心 记得要存着谦卑的心哦 有一句话说 就是 毅经上有讲过 满朝损千寿意 就好像一杯水呢 他如果说里面他是空的 他是不是可以装的很多很多不同的 这个里面呢 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 我们如果说没有存着谦卑的心呢 我们什么都不会想要去接受了 是的 所以呢 神有告诉我们说 要我们行的就是公正的心 OK 这边呢 就是刚刚讲过了 是在禁信会的这个仁爱堂哦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 非常树木庄严的地方哦 而且呢 整个摆饰的哦 就是圣诞 圣诞节之前的哦 他们这边有一些装饰的 而且是台湾仅存的 有院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仁爱堂的教会哦 非常非常棒哦 OK 好啦 下回呢 再带大家去参观另外的教会咯 每日经历神